四海总投资三亿,回本需要九亿 如今才不到五亿的票房,投资人亏的那是底朝天了 有人预测,韩寒大概率会不过敬明的后尘 可能以后很难拿到电影投资了 整体来看,大家抵制的演员并不是电影的败笔 演技也还好,还是因为情节吧 偶尤搞笑,但剧情发展太突然了 台词像念诗,著名作家江南 就是因为某小说的电影票房口碑双铺接 都几年没有更新小说了 这次票房和口碑都不尽如人意 不知道韩寒自己怎么看 有人称,就是这些票房大部分还是冲着沈腾去的 但沈腾也就是打酱油强塞进去的 只不过也有粉丝称,虽然说这次的电影失利 但韩寒前几部电影口碑和票房都很不错 这次的失利不代表韩寒的能力不行 明眼人都知道这部电影被资本过分的干预 要是没有刘浩存,这部电影的票房可能还会更高 因为初一初二票房高 一个是因为看电影的人确实多,没得选 而且刘浩存的视频爆出来也是在初一初二的时候 后面别人都知道了就不会去看了 所以说作家转行拍电影可能碰到了风口 的确是能活几部就像贾灵一样 小平演员当导演就爆了一部 但真实的水平如何,估计大家心里都有数 毕竟韩寒如果坚持自己的风格的话 在选人上也不会如此的莽撞 这次吃了个大亏 不知道以后会不会不过静明的后尘呢